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 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 但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去认真系统的读过 不过有一句话大家非常熟悉 那就是兵不厌诈 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出自《孙子兵法》 然而通关《孙子兵法》一书 其中并没有兵不厌诈的说法 那么兵不厌诈这句话到底是怎么来的 在《孙子兵法》给出的轨道中都包含着哪些路数 而同样是在法国 拿破仑和后来的所谓法国军事家 又是怎样演绎了兵不厌诈的成功者和失败者 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呢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俊教授走进百家讲台 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 今天收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读第六集 伪装的招数 大家都熟悉这个成语 就是兵不厌诈 都知道 其实这个成语是后人总结出来的 孙子的原话 在军政篇讲兵以诈力 那么到战国时代 韩非子对他 也对这句话也有一种诠释 他说 反礼君子 不厌忠信 战争之间 不厌诈为 什么意思啊 翻译成现代白话 就是社交场合 彼此都是君子 兵兵有礼 但是在战争上 在战场上 你别来这套 怎么斜的 你能玩什么 怎么能变 让敌人不知道 不义不卑 你怎么采取什么手段 所以在战场上 别装 谁装谁死 到哪说哪话呀 是不是 社交场合 韩非子说的 你怎么装都行 请你好 这个 在战场上呢 别这么装 你这么装 除非你间谍 你假的 是人 真正的东西 该干嘛干嘛 那么到了东汉 年间呢 出了一个人 谁呀 鱼 当武都太守 武都太守啊 他虽然是文官出身 但是打起仗来都动脑子 他会动脑子 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 兵不厌全 兵不厌变呢 还是全部还是称坨嘛 根据路件 多余少 蹭脱 挪来挪去 在蹭杆上 还是这个 后来到明清时代呢 改成兵不厌诈了 所以这个兵不厌诈的成语 经过这么几个阶段呢 从兵以诈利 到不厌诈尾 从兵不厌全 到兵 兵不厌诈 它是个过程 那么弦尔一间孙子 是这句话的主动啊 鼻祖 兵不厌诈 那孙子不仅从战略上 我上次讲了 谈啊 鬼道 这回 他又教你那么细 我教你怎么做 从战术上教咱们了 那么他分两部分 他的十二招 第一部分讲的是什么 讲的如何伪装 如何伪装 即能而是之不能 用而是之不用 近是之远 远而是之近 这是第一大类 伪装 第二大类呢 是对敌 对敌有这么几个四排比句 利而幼之 乱而取之 尸而被之 强而避之 弄而扰之 悲而交之 利而劳之 轻而离之 今天我给大家就讲的第一大类伪装 什么是伪装啊 大家都知道 伪装是人 伪装是动物 用来掩藏自己 欺骗其他人 其他动物的一种手段 以动物为例 不论是肉食的 还是食草的 捕猎者 还是被捕猎者 都有伪装啊 都会伪装 为什么 伪装是动物的 保护自己安全的 生存之道啊 血痛 浑身是白的 为什么 北极啊 北极 白雪挨挨啊 他目的是对敌 他的敌谁啊 雪狼啊 他的敌谁啊 雪狐 看不清 你看一根 跟雪是一个颜色的 起码生存的机会 就大于是黑兔子吧 你要是黑兔子呢 就他抓 死了 所以这伪装是动物 人也是这样啊 也要会 有伪装啊 也有伪装的本能 是不是啊 你们打仗 过去打仗 解放那 没有伪装的手段 起码 实在没有 就拿树枝编一个东西 放在帽子上 披上 这个 现在伪装技术太好了 他也要保存自己 使得自己的生存机会到 最后消灭敌人啊 是吧 那战争更是如此 你在战场上 就不能说 不伪装啊 使用各种 手段 伪装自己 欺骗敌人 让敌人不知道 那么潜伏 在山甘岭 作战中 我们搞 先前队搞潜伏 修少云 烈士不就这吗 因为 实行潜伏任务的时候 敌人看不到 跟看不到 他又心里 不踏实 他前面是不是有人呢 放炮 放燃烧弹了 一下子把他打招了 但是咱们修少云烈士 紧紧抓住 不想 活活烧死了 但是没暴露 他就是执行潜伏任务 潜伏是什么 伪装啊 是吧 看不到 又看到了 还用打炮吗 拿狙击手 一枪一个 一枪一个点了 什么是能耳势之不能啊 一句话 示弱 有的一辆 我也装着没力量 让敌人误会 我根本就打不了 放心吧 不会打你 战争是个充满模糊性的领域啊 谁钻到谁的肚子里去看两眼呢 它充满模糊性 不确定性 是不是 双方都没真的 给别人的都是假的 把真的掩藏起来 都这模样 这孙子在行天讲 行人而我无行 何为行人而我无行啊 隐蔽自己暴露敌人 都都把真的隐藏 掩藏起来 把假的给暴露你 这是战争的一个特点 这就引证释甲 这就要引证释甲 而能 而视之不能 就是这么其中一个手段 装熊 失落 不行 打不了 酒鬼香全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眼真是假 以退为进 是战争中最常用的手段之一 而同样明白这个道理的对方 为什么就偏偏会上当呢 伪装的招数 经典的战力 正在讲述 战争史的例子太多 我讲个二战例子 1939年9月1号 德国战争爆发第二四季大战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 德国打波兰 首先把背后解决了 他什么时候波兰师的背后 他打英法的时候 波兰师的背后 我不能 我先打英法 我背后有一个枪顶着我呢 波兰是中欧的大国 他军火工业很先进的 他就是英法 他跟英法的关系非常好 我先把你敲了 他利用了张伯伦 达拉蒂这些人的水晶心理 打完了呢 开始往西边调兵了 往西边调兵的情况下 他需要时间 是不是 你从马西诺防线打 怎么打 马西诺防线 那么法国人用了十多年的时间 他弄得那么模样 你打不了的 所以他的CG专军群 就是马西诺防线当面对质的 对质的 德国人就想一个折呀 用什么折 能而是不能了 这个手段了 那是麻痹法军 纳粹宣传部长是个戈贝尔 戈贝尔这个人 大家都只能谎话 重复三遍就是真理呀 那世界撒谎大王啊 他主管宣传机器啊 所以他就叫德军 大喇叭统治在阵地上 天天的 向法国人 去进行宣传 说什么 你比如我特有个讲话 我给大家念一念 亲爱的法国军人们 我们是朋友 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没有理由在这里作战 我们应该相互到对方家里去做客 你看看 多诚恳啊 而且那德国人的圆刃的嗓音 法语又那么好听 女人说法语像唱歌似的 她专门用一些 德国女人 女博物园 讲这个 我们应该做客 向对方 浮想联翩 晚上呢 就节目最终结束了 真是不能总弄 呱呱呱呱叫 结束那时候 女博物园又出来了 晚安 我的法国朋友 我们为什么要相互设计呢 又一天结束了 我们可以美美的去睡上一觉 祝你好运 月复一月 日复一日的 就宣传这个 使得法国人在1939年 刚刚上扬的那种战斗力啊 戒备警惕之心 一点点的松弛下去了 大多数法国人 这不是个别的 都不敢相信啊 声音如此圆刃的德国人 会在一天 会有一天要打他 他没想到啊 结果 郎终于来了 1940年5月10号 5点30分 当法国军人 还在头一天晚上 德国女博物园 那圆人的嗓子 甜美的声音 祝福他 晚安的时候 睡觉 那觉还没醒呢 德国人都飞机过来了 一个月半 法国灭亡 这就叫能而适之不能 示弱 一点点的解除 对方的戒备心理 你戒备了 不备了 你戒备了 不义了 是不是 达到孙子 要达到目的 公其不备 出其不义了 实际上 能而适之不能 是中国有句成语 以退为进的一种战略技术 以退为进啊 它是这么个东西 从能工 而装作不能工的样子 能工装作不能工 那么达到 是掩抢自己的实力的目的了 这才是聪明人啊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 必要的示弱啊 也是人生 经营自己 生命艺术啊 不能什么东西 都是登枪斗狠啊 这是能而适之必 能打伪装 不能打 伪装的路数 藏处不穷 同样是法国人 拿破仑却能够伪装的 出尘入化 让对方晕头转向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战力 又是什么样的道理呢 马上揭晓 第二 用而适之不用 讲这个 什么叫用而适之不用啊 意思是说 要打 也要装作不能打的样子 这一招跟上一招差不多 都是眼真是假 上一招讲的什么呢 讲的示弱 这一招呢 讲的假招 它的区别就是在这 能而适之不能 策动于什么呢 有战斗力 我也装作没有战斗力 失望 那么用而适之不用呢 我能打 我也采取不能打的 我使假招 我对付你 我让你迷惑你 让你不知道北 然后轻易发起了某某行动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举个例子 拿破仑大家都知道 他打一场著名战役 叫奥斯特利子 奥斯特利子会战打的绝妙之笔 1805年12月2号 拿破仑皇帝 弗朗西斯二世 后来成了老藏人 那个人 奥地利皇帝 他有亚历山那一世 沙俄 沙皇 四三个人 各带一路兵马 拿破仑是一打二 对付这两个 所以历史上也把他叫做 三皇战争 三皇会战等等 都不是个意思 大家都想赢 谁不想赢呢 只要赢得这场会战 就会从战略上把握主动权 但是双方的兵力比是不一样的 拿破仑兵力 他数以劣势 军队 七万五千人 火炮二百五十门 那两个皇帝呢 俄国奥地利呢 八万六啊 兵力啊 火炮三百五十门 比他多一百门啊 火炮啊 兵力肯定不足啊 而俄澳联盟 一方有一个传奇将军呢 米哈伊尔 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啊 这个人呢 能打仗啊 他自幼当兵 十四岁 就担任军师 教官 十四岁 教别人军师 打仗去了 十六岁 就上位了 人小鬼大呀 在一次战争中 负伤了 得 眼睛 瞎了 这人能打仗 他根据 双方台式 仔细的抛弃 把玩呢 不行 还兵力 我虽然大于他 我八万六千人 还没有成为 绝对的优势 为什么法军作战能力强啊 拿不仑是唯一一个 在世界十一次军事改革 不过通过5G装备 而是通过 提高人的数字 完成了军事变革的 军事变革 是一次从1302年的爱德华 二世的长弓改革 步兵革命 一直到现在 一新化战 都是武器装备 引发了 军事变革 拿不仑其中是 唯一一个没有 不是通过武器装备 而是通过人的数字的提高 完成了军事变革的 换句话说 拿不仑跟那对手 没有武器装备 实在差 但是几乎打遍欧洲无敌手 所以恩格斯讲 枪自己是不会动的 需要勇敢者的手 强力的心来使用它 人的软件是非常重要的 而拿不仑这军 就是这么一支军队 所以酷吐佐福 一下就到了法军的 这个精髓之处了 所以不能打 不形成绝对优势 你别看他少 文明打不了他 怎么办 等待 稳住针脚 不急于法军作战 而是用拖的战法 先把他拖累 拖皮 拖瘦 援军再来了 一句歼免 而这一招啊 真损啊 太损了 拿不仑一听这个太怕了 他最怕的就是一招 因为他是远离国土作战啊 他后勤补给 就是要他命啊 我这么拖下去 前枪搭后枪 那饿的我的兵 将来怎么办啊 决战时候 还有力量打仗吗 所以说 拿不仑就不能让 酷吐佐福的劲 这战术 实现的 我一定不能让你静下来 我想放让你动起来 你一动起来 破绽就出来了 打仗打什么呢 孙子讲 纤维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啊 前面那句话讲的什么 首先让自己具备一个 不被敌人所战胜的条件 后边那句话什么 打仗的机会 取胜的机会 是敌人给的 敌人傻啊 他会把战胜他的机会 拱手送给你啊 不是傻 这里孙子讲的 敌人漏洞 破绽弱点啊 讲证 只要你一动 你破绽就出来 我打就打你 所以这想方设法的 要敌人动起来 那动起来 孤独左腹是统帅啊 这一啊 他都说要静起来 他能会上咱们当吗 哪怕你就琢磨 你琢磨琢磨来琢磨去找了一个人 啊 突破狗 谁啊 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这个人呢 长得像个女人似的 要不这个 在这个 哪不能跟他会见 会面的时候 他瞧不起的 你怎么长得像个女人似的呢 而且他是个性非常强的 与众不同 咱们都把瓶子都是瓶底上下 瓶口上上 是不是 摆着吗 他不 他倒过来 在他的宫廷里面 他把瓶子都是倒过来 瓶口上下 瓶底上上 你这一碰 不就倒了吗 他不 他就玩这吧 他是一个情绪化的人 拿破仑就抓住在弱点 你不情绪化吗 好嘞 我就拿着给你施计 你吃什么劲 装熊啊 不能打了 这就假招了 我不能打 让他认为 这个军官名叫沙巴里 打着一个休战旗 找亚历山大去 我们不能打了 我们要撤退了 没凉了 真没凉了 全军呢 八兆啊 把帐帮拆了 要走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皇帝陛下能不能 咱们先停战 二十四小时啊 我撤了 我撤的过程中 我拔造 这过程中 你千万千万别打我 那你多不地道啊 这又来 十一日风度了 亚历山大呢 他果然上当 这拿不仑不是个 不是不服输吗 没想到他主动 求我休战了 高兴了 这肯定是真的 这么个不服输的对手 现在求求求求我 二十四小时时间 别的开枪 而且郑大明报告 拿不仑的先头部队 已经向马尔法尔 维也纳方向 后退了 这一下子 搞定起来 追 打呀 这一动起来 漏洞就破绽出来了 这正是拿不仑所希望的 咱们当时笑 我就不相信 我的敌人 不犯错 所以趁着敌人 向他的右翼迂回的时候 他集中兵力 打对方暴露的一侧 逼得额奥 双方啊 将在普拉清高地的 那个军队啊 那个军队是预备队啊 在战略国高地 投入战场 拿不仑就要你这样 高兴死了 马上让部队 你走了 这个真空是他颠补的 普拉清高地在整个 整个战场的 这个支撑点啊 他一走了 俄军战 法军战了 将俄 俄 两军分割了两部分 你兵力分散了 这个时候 亚历山大 觉得上当了 不好啊 让兵力 去赶紧 把普拉清高地夺夺回来 夺回来 想什么了 巴顿有一句话 夺取 夺回阵地 付出的代价 要比守住 阵地 要大了 你失去阵地 要想再夺回来 你付出的代价 可不是 一点两点啊 就好像咱们 占领市场 是他 因为售后服务 丢掉市场 痛定失痛 要改善 售后服务 为了消费者 负责任 你再努力改进 这个那可不是 那么简单的了 你要成倍成倍的成本 成倍成倍的努力 才能把你的错误弥补过来 俄军不就是 你丢掉了普拉清高地 再想夺回来 不容易了 拿不伦能放吗 他为了就是这个 哎呦 这场战争打的 这场会战打的 昏天立案了 最后 俄奥联军受不了了 赶紧走 再不走 叫他包饺子了 所以亚历三大一市 奥黄 弗朗西斯二市 走了 那大批的士兵呢 都跑到扎前湖上 越过湖就对面暗了 那阿布伦可是炮兵出身 一看 有这么多兵 都跑到扎前湖上了 好 叫炮兵 轰炸兵面 不打人 就打兵面 打兵面干嘛 打兵面打谁了 下面是胡啊 一下就这么严实了 这几战 奥斯特利斯 法军以伤亡八千人的代价 获取了 歼灭对手 两万七千人的胜利 粉碎了第三次 反法同盟 所以恩格斯活着的时候 他说过这样 我专门有个评语啊 奥斯特利斯战役 被公认地认为是 拿破仑最伟大的胜利之一 他最为有力地证明 拿破仑的无以伦比的军事天才 这次会议战 是战略上的奇迹 只要还存在战争 他就不会被忘记 恩格斯可是军事里能讲 马鞍全集十字卷 大部分文章是他写的 给美国军事百科全书写的词条 他懂军事 评价如此之高 一个假招 是后撤 像维也拿后撤 就使得拿破仑取得一次经典战役的胜利 这个假招是什么呢 就是欲擒故纵 说白了就是这个 要完成这个有几个条件 第一 双方有共同目的 取胜 目标就是胜利 第二 都渴望一串定音 一战 决人胜负 第三 要掌握好火候啊 让对方 相信 不相采取相应的行动 主手的鸭子跑了 就让亚历山大 你要知道 你要不采取相应的举措 手段 这个主手的鸭子 拿破仑就跑了 真就向维也拿去了 所以说呢 亚历山大就着急了 所以 哭吐左膊 后来骂他自己的皇帝嘛 一个弱智啊 一个愚蠢至极的 撒谎 他也受伤了 他又受了一次伤 那么现实生活中呢 懂得这个道理啊 就很好办了 现实生活中 那些被欲行 故众人套牢的 都是 都是什么 心急偏要吃热豆腐的人 上这个当的 都是心急偏要吃热豆腐的人 所以说有的时候 冷静的观察 与耐心的周旋 会比一尘定音 有效的多 别急呀 观察客观环境 是不是具备了一尘定音 越是容易到手的东西 越很可能是个陷阱 是吧 那美军不讲了吗 好走的路 常常没有地雷啊 都一样的道理 说文化相通 中外文化也是相通的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 精彩继续 近建功一举消灭 两个诸侯国 秘诀是什么 曹操最终消灭袁绍集团 又用了怎样的妙招 今天收看 马兴品读孙子兵法 上部第七集 见招拆招的秘诀 马俊老师刚刚以实际战力 解读了孙子兵法中 伪装招数的前两招 而孙武老先生的后代孙并 则以实际行动 完美演绎了孙子兵法中 伪装的另外两个招数 同时他也成为了 和老子宗孙武齐名的军事家 那么伪装的秘诀究竟何在 欢迎继续收看 第三 近而视之远 与远而视之近 所以这两个招啊 这两招 第三第四招 意思都差不多 两句话 意思是什么呢 本是想从近处 打你 却偏偏装着我在远 打远处那个目标 本来想 打远处的目标 我偏偏要做出 我要打远处 远处这个目标 目的 声东击西 虚张声势 这么成语又挂上了 那么这个计谋 主要用在两个目标以上 的作战 要采取各个击破 两个目标 打哪个 先打哪个 那作战 作战指挥 必须做出考量 选择啊 因为兵力 不管对敌 对自己 都是个绝对值啊 若干目标 你在这个目标 用兵多 你在那个目标就少 是不是 你在这个目标 用兵多 这个目标 用兵就少啊 那么我呢 作为我攻击一方 我偏偏就要 让你分兵 让你把 兵力的重点 部署在我偏偏不打的地方 而让你在我偏偏 打的目标中 把兵力撤走 或者空虚 照着空虚啊 这不是虚张声势 达到生怒及息的目的吗 咱们看看桂林之战 孙子啊 有个本家 叫孙病 过去一直以为 孙禄啊 和孙病一个人 1972年 严厥山 出土的那个 祖简 在证明 哦 孙子病法 孙病病法 是两本书啊 才知道 孙病比孙子 晚150年 啊 晚150年 啊 这就150年 在当时啊 六代人啊 25年一代 六代人 所以孙病究竟是 孙子的什么人 啊 过去一直是个谜 现在一排 你排吧 六代人 至少是 祖宗 孙子是孙病的祖宗 但是这个人 孙病很棒 七孙子他叫 孙子 孙武叫吴孙子 孙子脑子好使 就孙病啊 孙病老师很厉害啊 孙病老师 鬼谷子啊 啊 鬼谷子有四个门生 赫赫有名 张义苏勤 旁娟 孙病 鬼谷子这个人 鬼谷子是纵横学派的 在长期中国的古代 这个文人士客 很不感冒 因为鬼谷子 对为首的纵横学派 他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他是什么有用 用什么 他是一个大 他是个杂家 但是他的东西 很有数 他要搞谋略的 鬼谷子跟别人不一样 你比如他有一个 什么忠言逆耳吧 他呢 讲究忠言顺耳 为什么 他是要跟国君 讨论国家大事 让国君 接受他的思想 这不容易啊 世界上有两件事 最难 一个事呢 把别人口袋里的钱 放到自己口袋里 难 另外一件事呢 把自己脑子的东西 放到别人脑子里 难 鬼谷子是干这个 后边这件事的 让把自己脑子的东西 放到国君脑子里 那么前提呢 让对方接受你观点 坐下来 你跟他谈啊 他听你 倾听啊 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啊 你忠言逆耳 两句话 他跑了 你说他 你怎么把你脑袋里的东西 放在人家脑袋里呢 这在讲忠言顺耳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鬼谷子是有道理的 这人是个腕啊 大家啊 哎 孙斌就是他的学生 可是孙斌跟庞璇 两人关系不好 这个事怨庞璇 庞璇嫉妒心太大了 争相斗恩 他俩同为卫王服务 同学多好 互相帮衬一下 他不 他偏偏太太 最后卫王啊 把孙斌的西海谷弄去了 孙斌就说 全这残疾人 都拿着坐轮椅了 那么孙斌后来装疯装傻呀 跑到跑出了卫国 跑到齐国去了 称齐国的军师了 那么有一年 庞璇带一支队伍打赵国 赵国向齐国去求救啊 那么齐王呢 就派了田济 派谁 田济赛马 那田济派 孙斌 去救 去救 那么田济也是大将啊 他为父 他为政啊 孙斌为父 我怎么打 打哪啊 田济的意思是打邯郸 道国都城 他不在邯郸呢吗 打邯郸呢 我们去救灶救灶啊 到那去 孙斌说 岔阿姨 不要打邯郸啊 打哪啊 孙斌说 我高 我是这么理解的 啊 航军在主力帅 帅主力到赵国邯郸 他国内一定空虚啊 咱们打他都好啊 打 魏国的都城 大梁 然后呢 魏王肯定让他回石啊 回旧啊 这一旧 我们在半路 设下埋伏 田济说 好 好好好 太漂亮了 就用这个计 果然 旁军上当了 你为什么 魏国都是老肉病产呢 老肉病产哪打呀 打不过呀 然后魏王赶紧派 哨兵啊 歇人 歇马不歇人呢 快马加鞭呢 跑到了赵国去 那个时候马没有安子 马安才是后来的事情 也没有那个脚蹬子 那不容易啊 那赵兵他跑 磨屁股 磨都磨烂了 他没马安子 他那时候 说马安子 要有些春秋战国 去 起码就有马安子 那瞎掰那事 这旁军一看 都城被围了 行 赶紧回去 一回去 那谁射套了 谁射套了 孙斌射套了 桂丁之战 就这么大响了 这一桂丁之战 庞庆就输了 那这就是 远而适之近 近而适之远 或者近而适之远 远而适之近 的东西 绝妙之处啊 所以也不知道 哪一朝 哪代 何方神圣 编了一本书 三十六纪 在三十六纪中呢 第二纪 唯唯就造 在三十六纪中 第六纪 声东击西 又出来了吗 有很多人说 这个讲点什么 讲三十六纪 孙子兵法 我说孙子兵法 和三十六纪 可不一样 孙子兵法是有人的 孙武写的 三十六纪谁写的 不知道 只是在 南北朝的时候 开始有这么书了 那么什么时候 写的不知道 谁写的不知道 第二纪 唯唯就造 第六纪是声东击西 那么这两个技术 都是孙子 孙子 对原理 根据孙子的原理 产生的 救灶 是孙兵的最终目的 但是却通过打大梁 打卫国读成 而不是从直接去救邯郸 这在西方 把它叫做 间接战略 西方把它叫做 间接战略 这就是远世之近 近世远 的妙处 那么这个原理 与孙并 对这个原理的实践 告诉我们今天呢 任何一个道理啊 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思维模式 要多角度多方法的思考问题 去做事 如果全部经历都盯在一件事上 全在目的上 而忽视过程的作用 过程的铺垫 就往往啊 是被公办了 所以是伪装啊 孙子的四招啊 非常有效 那么他们伪装 还有一个呢 对敌啊 对敌还有八招呢 个个有效 那么对敌就能怎么对啊 咱们下次再说 谢谢